大家好 我是新加坡风老师 新加坡风老师呢 努力给您提供真实可靠的这个医学自信 今天呢我想分享一下这个精神分裂症 三分钟讲清楚精神分裂症是怎么回事 那么实际上精神分裂症 基本上来讲啊 是由于脑内的神经地质的这个不平衡啊 等等所造成的 基本上讲这个精神分裂症啊 这个传统的症状分阳性症状和阴性症状 阳性和阴性解释一下啊 这个精神分裂症的意思 阳性症状和阴性症状 阳性和阴性 阳性症状呢 这个最简单的这个比如说 哎 可以啊 发现这个很不太会使用啊 阳性和阴性症状 比如说什么是阳性症状呢 比如说这个会有幻听啊 假如幻听 就是听到别人听不到声音 哎 这有人跟我说话啊 这个有各种幻听不一样的 这个总之呢 听到有人跟你说话 但实际上呢 并没有发生啊 这个有时候呢 有一种叫命令性问题 就比较麻烦 就命令你去做事啊 或者评论性的唤醒 哎 说你这样 说你那样 是吧 呃 这是幻觉 就是不存在的啊 不存在的这个 呃 刺激啊 你说幻视啊 这个幻觉啊 你说幻视啊 就看到看不见东西 别人看不到东西 不存在的啊 另外呢 还有一个 症状叫妄想啊 这里最常见的妄想 这个跟我们想的痴心妄想 不是一回事啊 痴心妄想的意思是说 啊 你目标不是现实 我现实 这里的妄想呢 就是说呢 他坚信不移的某种信念 但实际上呢 呃 是假的 不真实的 他对此坚信不移 比如说呢 哎 我就相信我的 这个 呃 老公啊 有外遇啊 这个坚信不移 他有外遇啊 然后这个 各种检验啊 或者说呢 那个我坚信呢 我的邻居要害我 要偷我的东西 那哪一个身材来控制我啊 什么高科技的运气来控制我 等等吧 啊 这个话哨的搏动 经典的动作算是 那阴性症状呢 这个就不太一样 比如说你的这种 呃 行为上呢 比较这个 这个消极退缩啊 没什么动力啊 这个啊 整天就这个 呃 没有动力 没有快感啊 比如说快感的确实 快感的确实 感觉不到 快乐啊 这个 比如说低动力 是吧 低动力的状态 所以这个所谓的 啊 阴性的症状 好 所以这种肺症状就是这么简单 啊 由于大脑的这个 神经低质的这种不平衡 多把气同 其实 所以呢 导致了一些的症状 那么常见的阳性症状 比如说幻听 听到别人听不到的声音 比如说妄想啊 被害妄想啊 怀疑别人要害我啊 别人在议论我等等 然后也有阴性症状 快感的确实 体会不到快乐呀 那这种这个 低动力的 这种退缩的这种行为 好 这个 这个我们花了多长时间呢 我看 之后我的科普会这样做 去争取呢 咱们三分钟讲清楚一个 小的题目 啊 孙老师 先和孙老师 在我所信的跑给您提供 真实可靠的 这个 医科普的医学和心理学信息 好 精神分裂症 就是今天讲到这儿 下次讲讲治疗啊 好 拜拜 先和孙老师 导致老师 欢迎订阅